哈囉大家好 我是江菜 今天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使用的美髮生氣 雖然我平常拍影片比較隨便 嗯?沒有隨便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我的IG 其實我頭髮也都是自己整理的 拍照的時候會比較精細一點 有 有比較用心一點 然後因為我自己頭髮超難搞 我算是粗硬髮 然後有一點自然卷 然後因為我漂過又躺過 所以我的髮質也非常差 下雨天或流的話它就會毛 所以我自己算是買過蠻多美髮工具的人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幾樣工具 都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用 而且網路上的討論度也蠻高的 非要不說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 大名鼎鼎的Dyson吹風機 我看現在市面上也有一些仿帽的 有 欸? 要說仿帽嗎? 它外型就是很漂亮啊 而且它這個進風的口是在下面這邊 就不會吃頭髮 有一些吃到頭髮還會有那個味道 對啊 就燒焦味 它這個孔很小 所以它不會吃頭髮 然後風很大 因為我頭髮算是很多很厚又很長 所以我一般吹風機吹頭髮 至少要吹30分鐘 然後換這一支之後就大概10分鐘 喔 真的嗎? 風這麼長喔 它風真的很大 再來就是它的噪音 是那種科技感的噪音 整個設計都是很有科技感的 熱風冷風風數大小都可以調 而且它有很多種不一樣的陀 可以讓你去搭配 就是可以做不同的造型 喔 它是磁鐵的 對 它是磁鐵的 所以有很多美容院 也是用這種吹風機 美容院是灰色對不對 就是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我們一般去 Dyson的專櫃買到的 就是縱容顏色的 然後灰色的那種是 你看可能美容院啊 或是有一些飯店會用的 它們線比較長 喔 喔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之前覺得灰色很漂亮 一直想買灰色的 然後就找不到 後來我才問那個 對 我願的 還有就是這個吹完之後 頭髮會比較不毛 就是你不要開個風一次吹到底 你後面可以開冷風 我原本頭髮真的很毛 而且是連我身邊的朋友都看得出來 所以這次就是非常推薦 用過之後就回不太去 我現在有時候自己出門完 也會帶水磅機 還蠻輕的耶 那我家是那個GHD的 超重 它其實也很小台 所以我好期待 對 那它的電壓 是國際電壓嗎 我有一次帶著去上海 然後好像不能用 我有借那個電壓器 喔 所以這支目前就成為 我人生的必需品 推薦給大家 再來我們就進到造型器的部分 宋字牙同款蛋捲夾 我這支是那個25mm的 就那時候它在海邊穿那一套啊 然後披著那個捲髮 立刻就被削到 就蛋捲頭怎麼可以這麼美 然後因為我自己一直想要試試看 所以就買這個 那它這個除了25公分的 也有30幾公分的 跟40公分的 其實我只要出遠門 就會想要用它 因為它真的太方便了 就是這樣子 從最頭頂這樣夾 夾 夾 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任何技巧 而且這支它加熱又很快 有五段溫控 從最低100次到220 我通常都是開到200啦 這樣夾一次大概3秒吧 就可以換位置了 真的很方便 那最後我選擇小捲呢 是因為 我看了宋字牙之後 我發現那個 小捲啊 它直掉之後就還蠻好看的 然後還是有那個捲度 就是它變成一個 對波浪 剛捲完的時候 會有點太捲 像老奶奶 但是過一陣子 或是你拿個梳子去把它梳開 它就會變得很自然很好看 或是你想要比較大的波浪捲 也可以找比較大的捲的啦 你有時候早上起來 頭髮太油太卡 你也可以直接用這個 就整個夾一夾就好了 那我那時候看單身集地獄的時候 它的造型啊 什麼都以為是有造型師幫他們做 結果沒有欸 因為後來鏡頭是有帶到 然後他們是有自己的更衣室 對啊很厲害欸 所以我就覺得 喔難怪你會買這一隻 就感覺自己都可以用 而且我完全可以理解 它為什麼會選擇這一隻 真的很好上手 它就早上那邊夾夾夾夾就好啦 如果是電捲棒的話 就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 就這隻我是蠻會的 台灣好像沒有看到正式代理 我有看到蝦皮上面有代購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配上去看看囉 再來下一隻呢 也是同一個品牌的 他們品牌非常有名的電捲棒 超漂亮 超美 欸我剛剛看 電捲棒現在也有出這個奶茶色 喔超美 他們家這個電捲棒 出了很多種顏色 然後都很好看 我就看到這個奶油白 就決定要買 我這一隻是36AM的 那其實我之前自己買過 有19、28、32的 然後這一隻是36 它最大還有出到40的 我看網路上40的沒有幾家 好像只有它吧 40可能就是一開始 可以捲出比較大的弧度 一開始就很自然 那我自己之前用19、28都覺得太小捲 就要捲很久 而且你要一捲一捲慢慢捲 布的陣子才會變比較自然 最適合新手 最多人使用的應該是32毫米 然後我是一直想要試試看 比較大捲的 比較波浪捲的 很多人跟我一樣 在36跟40中間捲著 那之後我還是覺得 36可能變化比較多 進可攻退可守 那用到目前為止是蠻好用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捲出來的照片 然後我要稱讚一下這個夾子 我之前買過比較緊的 它就是會扯頭髮 不好轉 也買過鬆的 它就是會掉出來 這個就是完全剛剛好 有時候你捲頭髮 不是因為你手殘捲不好 而是因為東西不好用 沒錯 這一次就非常好用 它可以很順的這樣拉 然後它上面這一塊是不會燙的 所以你在捲的時候 就是可以兩邊抓著這樣慢慢捲 溫度也是五段可以調整 120到200度 加熱也很快速 然後它這個線也是360度可以轉的 長度也是蠻剛好的 我覺得它是我目前為止 用過最好用的電捲棒 就是推薦給大家 這是代購要3000塊 可是好的有名的電捲棒 都差不多2000的價格 對啦 而且這種東西 就不會壞 除非你又想買別的顏色 韓國很厲害就是 都會出這種很可愛的 很了解女生的喜好 所以你如果是新手 想要買第一支電捲棒 我非常推薦這一支 再來就是這一支 Dyson的直髮器 這一支也是我的愛用 我在這一支的前一支是Fodia的 但是呢 我每天這樣夾 感覺髮質變得很差 所以我當初看到它說 可以減低頭髮50%的傷害 它可以這樣講嗎 有 減少50%的熱傷害 我就立刻決定要買它 然後我自己實際使用完之後呢 因為有時候你用離子夾 夾完頭髮會有一點 那種乾乾的紅色 它夾完不會 它夾完還是光澤的 而且就是有效 一夾就可以直 然後它有一個很神奇的設計 會讓你頭髮不會亂跑 因為你有時候用離子夾夾 夾頭髮會溢出來 會亂跑 它不會 你夾它就是順順的夾 所以這樣子 你想要夾卷的時候 也會很方便 你這樣夾側的夾 它也不會亂跑 然後Dyson設計就是 非常有科技感 就是有螢幕顯示 它的電量啊 開關 還有加熱速度 我覺得它加熱也蠻快的 溫度以我三段 可以選165 185 210 你要收納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收起來 然後你如果要帶上飛機的話 它有一個 可以把它拔掉 飛航模式 所以如果要去外面拍照啊 或是住個一兩天 直接整支帶出去就好了 它有線或是充電桌 可以讓你充 缺點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有點重 然後價格是在 10萬6 跟清光機差不多 我是覺得如果 預算充足的話 這一支我真的還蠻推薦的 尤其是你髮質 如果跟我一樣差的話 或是你平常 可能也不需要用到電捲棒 就想要夾一些波浪捲啊 這些也都可以用 4價1660 特價1660 我記得我當初是在1212 然後跟吸繩器一起 有特價 有有有 我就一起買 大家如果想買Dyson什麼東西 可以去關注各種購物節 我記得他們的優惠都給的蠻多的 最後一個是一支Fordia的 有點類似玉米虛甲 它裡面是這種小波浪的 這種呢就是用來 不想要頭頂太塌 或是頭髮有時候太油的時候 就是想要讓髮跟膨起來 那你如果比較有時間的話 就是用吹風機吹嘛 要花點時間 對 要不然用電捲棒也是可以 就是你抓一撮 然後要往反方向拉一點這樣 這種指髮器也是可以辦到的啊 我現在比較多是用這一支 那你如果要快速又方便的話 就是可以用這一支 這支現在好像沒在賣了 但我看現在市面上 也有一些是專門墊髮根的 這種小型的波浪啊 你可以夾在下層的頭髮 它就可以滿自然的髮髮跟墊起來 然後又可以快速完成 因為像電捲棒或指髮器 你可能還要有點技巧 啊不過大家就是要注意 觀察自己的頭型 你如果是夾旁邊這兩塊的話 你頭髮就會變很方 變得正方形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大家如果有好奇哪一支 或是想要看哪一支的教學用法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去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去追蹤我其他社群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